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很多人对朱玲玲这个名字不太熟悉 但是要提起郭晶晶那一定有所耳闻 她就是郭晶晶的前婆婆,也就是霍启刚的妈妈 对很多人来说,豪门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但对于朱玲玲来说,嫁入豪门却显得轻而易举 只出演过一部电视剧便嫁给了霍正廷为其生下了三个儿子 分别是老大霍启刚,老二霍启山,以及老三霍启人 豪门生活冷暖自知 2005年朱玲玲与霍正廷秘密签署离婚协议 结束了27年的豪门霍家生活 近日媒体爆料老三的好事疑似将近了 有钱的男人都爱玩,霍三公子也是个爱玩的主 年轻的时候身边从来就没有少过女伴 经常被记者拍到与异性结伴 人生得意须近欢 有钱的男人玩是因为他们玩得起 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但凡事都有例外 早年,霍启山的一名富二代女友意外离世 而她相交育的年龄即24岁 据媒体报道,原因是为情所困 疑似是霍启人为了台湾女星仰千佩而甩了她 自从此事后,霍三公子就比此前收敛了许多 行事作风也低调了很多 她也离开香港,去上海负责分公司 但这才过了四年,霍三公子就又交了新女友 照片中看女友颜值中上,身材高挑 就像模特儿一样 霍三公子似乎对她情根深重 在公众场合与女友深情对望 你浓我浓,还上演了摸脸沙 霍三公子这次和女友时代宠物出来看病的非常体贴 在等待宠物被治病期间化身暖男 独自走到医院外面提外卖 然后上车和女友一起坚持 女友似乎不高兴 霍三公子见证,立即大口吃掉食物 然后下车哄女友 重新回到医院后 霍三公子主动出击上演摸脸沙 深情对望,还牵手等戏码 在她如此强势的攻陷下 女友的心情很快就好了起来 露出了笑脸 没多久后宠物被治好了 想两口牵手走过去 细心聆听医生的话 期间霍三公子细心安慰女友 两人在医院里逗留了四十几分钟后才离开 同霍三公子和女友的相处模式来看 显然是霍三公子更紧张 更在乎女友 这样的感觉 可能以前霍三公子从来没有体会过 以前都是女友对他急紧讨好 哪里需要他亲自去提外卖 还不厌其烦的哄对方 真是一物相一物啊 所以大嘴大胆猜测 霍三公子对女友这么中意 这么在乎 想来两人的好事将近了 霍正廷和朱灵 很快又要做公公婆婆了 霍家目前只有郭静静一个儿媳 郭静静还为霍家生下了三个儿女 如今她在霍家可谓是受尽宠爱 小叔子真要是结婚的话 郭静静就多了一个会跟她争宠的肘礼 不过郭静静向来佛系 她很早就和霍启刚搬出了霍家大宅 似乎对霍家的家业一点都不伤心 想来郭静静也不会跟肘礼争宠 有郭静静这么佛系的大嫂 也是霍启人女友的幸福 期待他们二人的好事 丝毫是将近隔天朱灵静那边 拥有了新的消息 这一次却和她的妻子有关 2008年罗康瑞与相恋八年的朱灵静 注册结婚 结婚之后 罗康瑞的身家目前已经达到 141亿港元 适合朱灵静结婚之前的三倍之多 而罗康瑞在与朱灵静签下结婚协议的当天 就明确说过 婚后才染二人共同持有 也就是说 在现有的141亿港元里 有70亿是朱灵静的 罗康瑞的70亿身家 未来可能会评分给她的前妻所生的一对儿女 早在去年11月 罗康瑞和前妻所生的儿子罗俊成 就在香港乡村俱乐部 举行了小型婚礼仪式 正式把女友引起过门 本来打算今年2月份举行婚礼 没想到如今婚礼不得不延期 罗俊成日前在社交网上 证实了自己已经结婚的消息 同时分享了与妻子的多张结婚照 在照片中 朱灵灵这个后妈并没有出现 罗康瑞的前妻何金杰却首款线人茶 不过何金杰一直是以备影的方式出镜 都说成家立业 罗俊成已经结婚了 他的下一步计划 应该是要接受家族集团的 尤其他也是罗康瑞唯一的儿子 可罗俊成目前并没有接受父亲的事业的打算 罗俊成大学毕业后就自主创业 2016年他就已经开始做速食便当生意 父亲俩一个是自主创业的富二代 一个是学霸 就算不接受家族集团 也会有非常不错的生活质量 罗康瑞的晚年是真的幸福 既有二人在身边与他共享繁华 一对儿女又不用他操心 实乃有福之人 朱莉莉也算是人生赢家 两度嫁入豪门 而且是越嫁越好 也算是颇具传奇色彩的港姐 引用朱莉莉的句话 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 又要男人经济好 又要心里有他感情专一 朱莉莉是高智商高情商 相当精明的女人 哪头都沾上了 她这一生活得精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吐槽留言 看完记得点赞哦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鱼季 敬请关注哦